好 各位观众 记者现在为此就在嘉义的空军记忆旁 而画面上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升级版的F-16V 正在进行特技表演 由于今天是升级版F-16V成军典礼的全兵力预演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军方要对外展现的 就是你平时不太会看到F-16V的飞行的样子 他们要展现的就是F-16V它的最新的性能 以及它是非常优越的一架飞机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画面 可以看到我们F-16V在空中不断的旋转 而且这个非常考验飞行员 因为这个想象这个距离真的是相当的大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11月18号将会举行 我们首支的F-16V战机作战队的成军典礼 到时候总统也会亲自的教育 目前已经有60架的F-16AV已经完成了性能提升 升级成了F-16V Block 20 那这是透过我们的奉展专案 原定是要把我们140亿架的F-16AV通通升级成F-16V 而预算也高达了4台币1100亿元 要换装的就包括我们AISA主动向位 阵列雷达新型的任务电脑 座舱仪表以及头盔瞄准系统 这些都是能够提高我们原有F-16V相关的战力 而且从2017年开始 F-16V就已经着手的进行相关的升级 也是由我们的汉祥公司来进行的 而在2019年的时候 当时4月总统是首度登上了F-16V的座舱里头 而在同一年的5月 F-16V也首度参加了汉光演习 而原定是要在今年3月 就要举行这个成军典礼 不过到时因为受到了F-51擦撞事故的影响 加上疫情的关系 因而延宕到接下来也就是11月18号举行 那在今天早上 就相关的单机的特技表演 现在正在进行 而且预计会的时间就超过10分钟 所以可以看到画面上的战绩 真的是不断是 无论是往上飞 或者是左转或是右转 都完全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些相关的性能也是非常的优异 而且在早上的时候 他们也是有度进行的空中分裂式 现在举行的就是单机特技表演 而在稍后10点27分 也是会有我们的雷虎小组 在现场冲场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尊敬行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